橫河先生 首先請您談談 根據您的觀察 中共在疫情大爆發的時候開放了邊境 允許大量感染的中國人出國 這對於海外的疫情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應該是1月8號吧 1月8號開放的 開放以後 當然從中國來的班級就多很多 但是就是說 開放兩個星期 1月8號 兩三個星期以來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 第一個十天 我記得 就有些地方已經達到50%的感染率了 所以說如果說 它還是像中國大陸那樣子感染的話 那麼應該在這個兩個多星期的時間 應該是 在美國也應該是爆發性的傳染了 因為美國基本上 紐約這裡基本上是屬於開放狀態 基本上沒有任何防禦的 那從這個其他國家的情況來看的話 現在有十多個國家的經驗 就是都是開放了的 那這十多個國家呢 好像除了個別國家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保持穩定狀態 甚至有的還在減少 就至少說沒有增加 所以說 那這些國家都按照中國大陸的這個傳染率的話 也是應該早就早就爆發了 就是很嚴重了 但是好像也沒有這種情況 就從現在我們觀察來看的話呢 這次應該是 就是大部分國家接受中國這個 就是打開國門以後的 這個旅客的這種情況 雖然說這個旅客數量並沒有什麼暴增 但是它比之前還是要增加了很多嘛 增加了很多倍 但是沒有出現就是人們預期的可能會感染率也增加的這種情況 沒有 謝謝橫河先生 小徐博士您的觀察呢 對 剛才橫河主要講到了紐約的情況 中共在12月7號開始 在政策上的一個180度大轉彎之後呢 國際社會實際上都非常緊張 那很多國家對於 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出來的一部分中國人 就已經採取了一些 有的地方是採取抽樣調查 有的是要求 就是必須檢查它的這個做核酸檢測 看到有沒有被感染啊等等 那麼我們也看到有數據說 比如說像到義大利的航班 那有的一個航班上超過50%的人都是呈陽性的 那檢測到的這個基因的序列呢 有這個BQ.1.1 BF.7還有這個XBB的這些變種都有 那麼這也是就是在國際上 就是已經知道在流行的一些變種的病毒株 那麼就是說在中國傳出來的這個病種變毒株 還沒有發現有特異的現象 那麼在國外呢我覺得 雖然很多國家曾經非常非常擔心中共把這麼多的受感染的人給輸送到國外來 人們擔心2020年當時這個武漢感染的人員再一次離開這個 就是到其他各國去把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去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教訓再一次重演 人們很擔心這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次並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個中國就是開放以後 中國人特別喜歡去的一些國家 包括比如說東南亞的一些國家 包括還有日本 韓國 還有歐美的一些國家 從目前這些地方的感染的數據來看 這些國家基本上在12月底到1月初的時候 它有一個小小的高分 然後很快就下降了 基本上到這個1月中旬就開始往下降 所以都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這個疫情飆升的情況 所以可以說中國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 是 兩位的觀察都是這次雖然說中國疫情非常嚴重 但是開放了國門之後海外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所以2020年初這個可怕的情況也沒有再出現 那為什麼這兩次反差會這麼大呢 在2020年這個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中國疫情最先爆發嘛 然後中共呢沒有及時的把國門關上 而是把很多就是潛在的陽性啊 或者是這個帶病毒者啊 都送到世界各地 所以世界各地呢緊跟著呢 就是很快的就爆發起來了 這個是因為這種冠狀病毒 實際上在全世界只經歷過兩次嘛 那一次是這個SARS 還有一次呢是MERS 就是中東呼吸這個衰竭 那麼這兩次呢 其實都是非常快的就被控制住了 所以嚴格的說呢 這個第一 而且那兩次呢致命就致死率非常高 致死率越高呢其實越容易被控制 所以這一次呢其實跟前兩次的還不一樣 它流行起來像感冒 那個症狀要嚴重 而且呢就是死亡率也高 所以全世界呢其實是沒有準備的 在那個時候 因此才從中國傳出來以後呢 就很快的傳到全世界 但是呢在這幾年當中呢 就是世界各國呢就通過一系列的方法 那麼逐漸逐漸的積累了經驗 而且呢也通過就是疫苗啊 還有後來當然自然的就是奧米克論出來以後 也增強了很增加了很多自然免疫的 就是流行過一次以後 但不是症狀很重 就基本上就免疫 就是群體免疫已經形成 所以說這一次的情況呢和上一次呢 從科學上講的話它是不一樣的 當然了就是說 你完全用這個科學解釋呢 所以還是有一些現象不能完全解釋的 你比如說這個為什麼奧米克論在世界各國 都是以輕症為主 以上呼吸道為主 而這次在中國爆發的時候呢 確實有相當一部分 按照中方中共自己官方的承認 它也是8%是肺炎 你要知道因為它的感染率是特別高嘛 全世界都沒達到這個感染率 你看比較高的國家也只有30%多 那中國這一下子就達到估計90%以上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8%的肺炎 即使它大到縮小的數字 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說這個傳播的速度不一樣 這個傳播的範圍不一樣 然後呢這個症狀的嚴重程度不一樣 所以中國這次呢是非常特殊的 當然從這個表面上看的話 你可以解釋是西方國家 世界其他國家都已經 就是達到了群體免疫 中國沒有達到群體免疫 這是從表面線上看 但是如果我們再深地分析的話呢 其實可以發現 就是中國這次特殊情況 確實是非常特殊的 它不能用簡單的科學 或者是簡單的這個 就是各國的情況來做一個對照 應該要從更深的地方去考慮 嗯 謝橫河先生 林博士您的看法呢 為什麼在2020年初和2023年初 中國同樣是一個做法 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打開了國門 但是對於世界的影響 確實非常不一樣 對 我個人是覺得在過去三年裡面 整個疫情一波又一波 在全球很多地方傳播開來 那麼人類採取了很多的手段 剛才橫河也提到了各種疫苗 抗病毒的藥物等等 那我是覺得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 更覺得其實人類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 目前科學所了解的東西是非常非常局限的 就包括這個病毒是如何一波又一波的出現新的變種 那麼這些不同的變種在哪些地方 它會很快成為主導 哪些地方會比較慢 那麼什麼樣的變種會成為主導 以及Omicron的出現啊等等 我覺得完全都是出乎了這個流行病學家 這個病毒學家 以及很多醫生的這些 或者是專門做模型研究的這些人員的預測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實際上應該是跳出過去的這個理解和認識 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 這病毒的傳播 人類覺得自己很有能力 用了各種各樣的手段 其實我覺得也許確實是有 它更大規模的規律 人們完全沒有掌握 我個人現在有限的理解呢 我是覺得其實病毒的這個爆發 也許可以借用一些這個氣象學上的一些這個術語 我把它叫做這個病毒風暴 那麼這個風暴如果在一個地方爆發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個風暴眼 有一個中心對吧 一個或者說是颱風眼啊等等 或者是你說是如果是地震的話 相當於正中一樣的 那麼中國這次的爆發 我覺得更像是這個這個風暴眼在中國 那這個風暴的形式呢 它也許有點像這個沙塵暴一樣 只不過它的顆粒不僅僅是這個塵土 也不僅僅是PM2.5這樣的小顆粒 它可能更為觀而是在病毒這樣一個空間 可能在100納米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那麼有大量的病毒是造在這個中國大地上 所以它這個傳播的規律 並不是像人們過去就是 就是當一的從人與人之間傳播這個角度 來理解這個病毒學 所以過去人們說這個防疫 往往你都會非常強調這個分層啊 社交疏離啊戴口罩啊等等對吧 那麼這個病毒的傳播 你說會說是接觸傳播或者是這個氣溶膠傳播啊等等 那你會從這些現象去理解說 哎我怎麼樣能夠採取一些措施 能夠有效的這個減少感染 這些措施在不同層面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當一個大規模的病毒風暴 在一個地區大規模的爆發的情況下 當這個病毒量已經非常的這個龐大的手 那麼常規的手段你很可能擔不住的 就好像就是說你如果是人類經歷了一次 比如說像我們去年年底經歷的這個bomb cyclone 這個大暴風雪來了 或者一個特別大的沙塵暴來了 那麼這時候你常規的這些預防手段 是很難擔得住的對吧 你再怎麼採取措施 你可能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大面積的土地 被這個大的暴風雪覆蓋的這樣一個場面 那麼很多人會經歷斷電等等 或者是甚至凍死很多人對吧 那麼在中國如果發生這樣大規模的一個病毒的風暴的話 那麼很多人你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可能是都躲不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也許從這個層面去理解 在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麼一個大規模的一個災難 所以過去中國人講大的災難來臨的時候 這個人力是非常非常單薄的 你是躲不過的對吧 那如果你去比較2020年初中國發生的情況 這個武漢的爆發 以及它傳播到全球各地去 我實際上也是覺得 就是在這過程中 其實中國政府還是隱瞞了 當初那次爆發 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衝擊 所以國際社會現在質疑 當時武漢到底多少人感染 有多少人死亡 但是中共政府是一直壓住這個數據的吧 所以我記得這個去年的時候曾經也有報道說 這個中國官方的數據 比這個 其他國家的這個死亡數據會低800倍左右 這個是非常荒唐的 所以就說明這個中國政府當時的數據就是不可靠的 那麼它也就是說明中國政府在極力地掩蓋當時真正發生的情況 所以當時的分爆可能不如先是這一次這麼大 但也是一次不小的分爆 對於中國的衝擊力應該是非常大的 那麼那時候很多人就是到其他國家去的時候 會把病毒帶過去 但是我覺得也許其他地方它同時也有不同程度的分爆的存在 所以不僅僅是人的傳播的角度 我現在去理解這個病毒傳播的時候 我覺得大的事件發生在人類社會上 你不能簡單的從個人的一些行為來看 但是雖然有些人是把病毒傳到一個地區 但是當地能夠非常有效的傳播 我覺得還有其他的因素在 那麼這樣的情況下 中共確實是幹了一件大壞事 但是又不完全是一個主導的因素 那我覺得現在當很多中國人也履行到其他國家去的時候 但是人生所能夠攜帶的病毒量 跟整個空間中有多大的病毒量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是覺得你有時候應該站在一個更大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有時候我會想到 我就說就像我們自己在這個實驗室裡面做病毒實驗 比如說都是同樣的培養名 裡面都有同樣的10的6次方的細胞 但是我作為一個高等的智慧的生命 我現在決定我要放多少病毒在這些不同的培養名裡面 那有的培養裡面我就放10的6次方的病毒 有的地方我放10的10次方的病毒 或者是更高的10的12次方的病毒 那麼對同樣的細胞的殺傷力 它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簡單的一個 就是說我檢測一下都是病毒 都是同樣的病毒 都是同樣的變毒 那就好像就很難解釋哪個地方的災害成熟的更大 所以我覺得其實換一個角度 如果在這個地球中 也真的有高層智慧的生命在決定 比如說這個病毒是一個淘汰一部分人 那麼它在一個地方就是下了大量的病毒 在其他地方下的少一點 就好像我們人在對著一個細胞 我們是一個高等智慧的生命 在做這麼一個實驗呢 在做這麼一個研究呢 那麼也許整個的效果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從更大的層面上去理解 現在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